精選舞台劇重現大戲電波之中 《大刀王五》 公元1898年 清光碎24年 碎次無率 光水皇帝力唱新政 謀求變法 当維新派努力部署改革的同時 只禁城內垂簾之後 不時傳來押止的聲音 會有標局主持關東大俠王五 牽涉在這一場政治鬥爭之中 民族大義 兒女私情 屬輕屬重 如何抉擇呢 當時北京城內 籠罩著愛池內張的氣氛 真是七角這麼亂 是呀, 像賊屋一樣 真是撿也要撿了 他們這麼搗亂, 只想海蝠樓撿就真 到底是誰做的呢 他們從始至終都沒有表露過身分 這些傢伙, 買棺材不知道擲 馬上去大元氣 我陳永元一定可以把他們建出來 冷靜點 大哥, 你跟他們倆一起去 互相照應 是 有什麼消息之下, 表哥告訴我, 不准輕舉妄童 是 伍爺 伍爺, 我們去吧 我們去 伍爺 你不用擔心 官府管不了的事, 我來管 海蝠樓明明照樣開門做生意 我第一個來喝茶 我不是擔心海蝠樓 你也不會有事 我算得什麼?我擔心的是你 你又想到哪裡去了? 現在整個北京城, 所有道上的兄弟 有誰不知道海蝠樓是你開的? 海蝠樓的招牌, 沒錯是我撐出來的 但是一開始已經交給你, 這樣就是你的了 我們不要再糾纏在你的我的上面好不好 無論如何, 這次來搞事的人 我相信不會是普通道上的人 你也覺得很有道理 最近出片真是越來越不尋常 怎麼不尋常? 成女成外, 經常都碰到那些臭臉的人 五爺 怎麼樣? 有一件事你聽了可能會不高興 但是我真的很想跟你說 想說就說吧 不如你收山吧 收山? 你有沒有想過? 從來都沒有 現在想吧 人在江湖 江湖上面的事不要再管 今時今日有很多事 不是說我一句不理就行了 你知不知道, 昨晚有個小太監來我這裡買點心 他喝了兩杯之後說了一些事跟你有關的 我跟太監有什麼關係? 他說朝廷要行新政 其中一樣就是要辦鐵路局 這些事更加不關我的事 開了鐵路局之後 標局的生意就不能再做了 怎麼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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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小在陸林裡長大 我的上一代是山賊 他們的上一代都是山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不是因為他們喜歡打家劫舍 是因為他們走投無路 我今天開標局 其實都是吃山賊的飯 如果這個國家不是有那麼多山賊 哪有人需要保標 你說如果開了鐵路局之後 標局的生意會不會做 我就說不會了 因為山有山賊, 路有路賊 你騎的是馬, 用的是大刀 開了鐵路局之後 他們坐的是火車 用的一定是洋槍 你怎麼跟他們鬥 我雖然是一個女人, 什麼都不懂 可是我每天在這裡見到的人 聽到的事 和你們江湖上的世界真的很不同 我看到的世界一直在變 鐵路局只是其中一樣 還有很多事情 我們根本想不到 每次我見到你 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憂慮 你越是投入你那個江湖的世界 我就越是擔心 我擔心有一天你會無法回來 小青 現在放手, 還來得及的 怎麼行 為什麼不行 只要你點一下頭 海福樓我也可以不要 不要海福樓, 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 我就服侍你去哪裡 只要五爺你不嫌棄我的 就算做妹妹, 我也一樣這麼高興 你又說了這些話 從你第一天帶我來北京開始 我就立定主意 我帶你來不是要你… 如果我以為你是那些成人之危的人 即是看下你的人格 你明白, 最好 我也不是為了要報恩的 如果你跟蹤我 剛才你說不是那些話就會變成是 只要我們離開北京城 去一個沒人認識我們的地方 我辦不到 你放不下? 我做的事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事 為甚麼你不可以做你自己 甚麼? 做你自己 我自己? 一個真實的黃悟 我不明白你說甚麼 對不起, 五爺 我知道以我的身分 是沒有資格跟你說這些話 我也說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 如果我不說 我真的擔心以後再沒有機會跟你說 我說過 海福樓不會有事, 你不會有事 從頭到尾, 我也不是說海福樓 不是說我 我也不會有事 山東煮紅燈的人進城 你知不知道? 義和權? 是 你怎麼知道? 前兩天他們來過 肆無忌憚地在這裡大喝大食 我知道他們在山東那邊 弄得沸沸揚揚揚 連直帝總督御錄都押不住 他們在這個時候來北京 郭家大使雖然我不認識 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 如果沒有朝廷的默許 他們不可能會這麼放肆 所以我覺得 北京城一定會有大事發生 在這個時候我更加不能離開 但是… 五爺… 什麼事? 什麼事? 有人放火… 你說什麼?冷靜點, 慢慢說 你出來沒多久 有個人帶著十幾個家庭 帶著五、六個箱來我們標局托標 他說是那些很貴重的事 一定要親自向你交代 我說你不在 他說一定要等你回來 那我就留下他們在這裡等 誰知道… 誰知道箱裡裝的那些 全部都是硫磺火種 怎麼會這樣? 他們是追求我們不為意 一點就四周圍盤 我們只顧著救火 他們又乘機走人 臨走的時候 還在門口大叫了兩句話 他們叫什麼? 忠心義氣都前過 不忠不義都下亡 天地會? 替我叫天津那邊準備好 七哥, 貨品齊了 是, 上車吧 但是車還沒到 什麼? 我想就快到了 你怎麼做事? 我吩咐了他們 你吩咐他們? 我叫你做事, 你吩咐他們?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做什麼? 我… 做老大? 不是… 阿彪, 你跟蹤我這麼久 什麼時候才能做一張好戲給我看? 對不起, 七哥 其實貨品早到了 車沒有遲到的 我馬上去吹他們 阿彪 還有什麼吩咐?七哥 我明白了, 七哥 既然時間更早 照顧那些手足喝一碗酒才過來 謝謝七哥 誰? 黃五?你們幹什麼? 你問候你 走 這裡的賣賣不錯 站在這個碼頭的人全部都是姓洪的 你不是 那裡有條橋 你走過去 你不走過去 死了也沒有人跟你收屍 我黃五致命的一條人 沒有人跟我收屍都好閒 但是最緊要死得明明白白 我走陽關爐 你走獨木橋 還有什麼不明白? 上個月我幫北京太秀撲民遷 回收了幾箱爛銅爛鐵 好像有人很不滿意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今天有人去海福樓搞事 當我趕到去的時候 另外一群人就在我飆高放火 我 我來找你 是想請你們天地會的兄弟幫我忙 替我放個風出去 無論誰想燒我會友標局 只要他擔正騎走進來 我一定打開大門等他 但是如果他敢再碰我海福樓一下 我一定不會讓他打盪走出門口 你的意思就是說我做的 你認為呢? 收回他 這麼容易收回 以後還有人聽過我胡說話 洪門規矩准衝不准賴 是我做過的 就算五雷軍頂我都會承認 你今天走來這裡跟我說這種話 就是說我欺師滅族 我怎麼跟祖師爺交代 好, 有你七哥的說話我就很放心 你… 剛才我說過的話 我用這些血抹了它 七哥 你還不走? 我想再問你一句 我跟你沒話好說 我們還有沒有兄弟做 你… 有還是沒有? 關帝廟過了 我的蠟蟲已經很清楚了 你要保住韓志彤 那你不肯聽他解釋的 走狗我都做了 我本來也是這樣想 但是那天你走了之後 他跟我說了很多話 我都覺得他真的很有道理 他不是去做走狗 他想做的事跟你跟我一樣 只不過他用不同的方法 甚至是一種更危險的方法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有很多話我都不明白 但是我信得過他 因為他讀過書他的大學問 他要做的事是大事業 是關系到所有老百姓的大事業 他連祖宗也不認 你還說他在做大事業 你冷靜點想想 他說的話真是很有道理 你知道你的祖宗是誰嗎 我姓胡, 我祖宗當然是姓胡 為什麼你的祖宗是姓胡 我怎麼知道 那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說不定你的祖宗是塞外的胡人 你胡說 要不然為什麼不姓古不姓月 要姓胡 你… 只跟他說得對 什麼人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幫到中國 你是不是給他下邪術 連你都說這種話 如果他懂邪術 第一個要邪的是你不是我 我…我被你激死了 我激到你 那就是說 我們還有兄弟做 只是我和你 譚志同不能談 不行, 七哥 我們三個一定要共同進退 你不要逼我 七哥, 你相信我 我黃五拿著命來擔保 如果譚志同真的做出對不起你的事 我黃五第一個挖瞞自己的雙眼 然後交給你 既然海虎留件事和你無關 就是說有人想搞事 七哥 我聽說山東義和權的人都入城了 現在外面很亂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憑我的直覺 可能是和譚志同有關 七哥 在你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幫他 那你想我怎麼樣 我們外面發生什麼事都好 千萬不要輕舉摩動 七哥… 甚麼事 有人來踩我們碼頭 甚麼 剛才我們喝喝喝酒 忽然間有幫人走出來 見人就打 現在在那邊寵人過來 住手 是他們 金山人山 不知局下拿著名山 我和你拜山 我們走 想走 阿彪… 七哥 七哥, 我抓到一個 我要你甜蜜 冷靜點, 把他藏起來 他是清兵 好 媽媽, 走快點 這裡就是教堂嗎 外國人的地方 我們不能逗留太久 真的很不同 你想看什麼快點看 連光也不一樣 我和人家說了, 待會兒就走了 十字架, 耶穌像 媽媽 我也有 你又帶這件事來幹甚麼 每樣都不同 只有這個十字架是一模一樣 你看看 三十年 眨眨眼就三十年 媽媽, 你別再想以前的事了 三十年前, 他們跟我說 他們說, 他們說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叫天國的地方 你跟我說了很多次 他們說 只要帶著這個十字架 就可以去到天國 只要去到天國 就會有好日子過 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 直到前兩天 我才知道 原來天國是不在人間的 一個人要死後才能去到 全教士也是隨便說的 隨便?這些可以隨便嗎 現在的世界已經不同了 我不明白 為甚麼一個人要死後才有好日子過 我們沒有做過壞事 沒有害過人 為甚麼要受這麼多苦 都過去了 是, 日子是過去了 但這個十字架還在 只要我一閉上眼 我就見回他們 你爸爸, 你爺 還有千千萬萬跟他們一起死的人 媽 他們死了三十年 那就是說 他們去了天國三十年 我想問問他們 在天國上 是不是真的有好日子過 媽, 你不要這樣 這裡是人家的地方 我不管這裡是哪個地方 我一定要問 媽媽 主, 耶穌 你們告訴我 天國上面 有沒有人餓死? 有沒有人凍死? 有沒有人一出世 就要做勞做彼? 還未會走路就要在妓院下席? 媽, 這些事你已經說了幾十年了 我不想再聽 我現在不是告訴你 他們都死了幾十年了 沒有人會聽到你說話的 為什麼看不見? 你看這裡多寧靜 這裡就是天國的門口 他們在裡面 在天國裡面 他們現在一定生活得很好 很安靜 晚上可以睡得著覺 晚上可以到處去 那裡沒有人打仗 沒有人會為了一碗粥 就燒死整條村的人 那裡是太平天國 時間到了, 我們要走了 我不走, 你這樣會驚動人家 我是太平天國英皇陳玉成的女兒 媽, 不要這樣 我要進去 你跟我走 你放開我 我要進去 我要進去見我父王 我要告訴他, 我沒有死 還有他的孫女也沒有死 我們還在人間 不行, 我們去不了天國 我們要做勞做備, 做妓女 做了二十幾年了 不行, 我要進去見他 我進去見他 那門呢 那門呢 那門在哪裡 我要進去 為什麼不讓我進去 媽 我要進去 媽 你要哭, 繼續哭 我不走, 我等你哭完才走 我知道你辛苦 你忍了幾十年 好, 今天就在這裡 痛痛快快大哭一場 把幾十年的眼淚哭出來 從我出生到現在 二十幾年了 我跟你一樣 你經歷過的事, 我也經歷過 但是我不會再哭 因為到了今時今日 我覺得我不是最差的人 做勞, 做痞, 做妓女 我不是第一個 也不會是最後的一個 但是我比很多人好運 因為我可以回來了 這間教堂外面 還有一支上班的人在做 如果要哭, 他們比我更有資格哭 因為他們沒有我這麼幸運 可以遇到一個五爺 我不但不會哭 有時候我還會覺得好笑 五爺這麼關照我 把我在火坑裡救出來 是因為我是太平天國的後人 是英王陳玉成的孫女 但是二十幾年來 我不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一個良家婦女 做一個平民老百姓 也是因為我是太平天國的後人 是英王陳玉成的孫女 這個世界一直在跟我們開玩笑 你不笑的話, 就只能哭一輩子 我不懂太平天國是甚麼 我出生的時候太平天國已經忘了 我跟他完全無關 我也不想想回以前的事 我關心的是現在 我現在生活得很好 比很多人都要好 我不想失去我現在擁有的東西 我說的不是吃, 不是穿, 不是住 更加不是海福樓 我說的是一個人 一個真真正正對我好的人 九烈眾神, 非有大顧不可棄 今已遠見親, 身見舊 信一人而亂家犯 祖宗會怎麼說我 各位手足, 會有標局之所以能夠維持到今時今日 都是多虧大家的支持 五爺, 你不要說這種話 我說的是事實 五爺, 既然是事實你就不用這麼說了 等我說, 總之一句說完, 我們就不走了 走… 我現在不是叫你們走 我是叫你們回鄉休息一下 那段時間等個局面平靜回來 我一定會叫你們回來的 要休息的就是大家一起休息 你們五爺不休息, 我們就要繼續做 你們說贊不贊成 贊成, 說得最好這個 你們聽我說, 我明白大家的心意 當然現在這個局面 我自己也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我不想大家因為… 五爺, 我們跟了你這麼久 也不是只餵兩餐 如果你要我們在這個時候離開 只要哭我們於不義 你要我走也行, 打斷我陳永遠對腳 用招牌我出去吧 我也是這樣說 反正出去也沒甚麼好做 要對腳也沒甚麼用 是呀… 那好吧, 既然你們這麼有決心 我也不再堅持 謝謝… 我黃某人在江湖上找到今時今日 能夠有一幫這麼重情義的手足 是我福氣 是呀…客氣的話就別多說了 接下來我們應該怎麼做 這次朝廷派人出來帶頭搞事 到底他們的目的是甚麼 我現在還沒摸清楚 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 一定會有人賠命 胡七哥那邊已經犧牲了一個 這個只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 誰敢碰一下會友標局 我陳老元第一個出去砍他 你看得會友標局太重要了 你見識少了, 別這麼多聲氣 妨礙著五爺說話 開福樓首先出事 跟著來這裡放火 然後踢天地會碼頭 照我看, 他們的火頭不是對著會友標局 而是天地會 天地會 北京城內所有幫會裡面 天地會的勢力最大 天地會把火一點著性 那北京城就會燒起來 五爺, 就是說 他們要在自己的花雨裡面放火 我不明白的就是這件事 為甚麼他們要這樣做 到底他們是針對誰 五爺, 探志同大爺來了 精選舞台劇 從現大氣電波之中 大都王午 潘衛心編劇 丁家雙編道 陳偉康, 王健錄音 劇中人由魏炳郎飾演王午 周偉強飾演胡七 圈斯文飾演蔡小青 謝月美飾演蔡毛 並且由曾永強, 林有榮, 莫家驅 丁欣, 黃祖南, 陳力生, 李家榮等聯合播演 大都王午第三回 已經已播放完了 优优优独播的